所以他們當然要先按据 所以今天就要邀請鋪夷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他們很多擔心那個摩奇村應該怎麼做 所以今天要麻煩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謝謝,那請鋪夷進來 我們跟香港的朋友介紹一下 那我們首先今天好像Nicole說 我們在這邊加拿大的五大銀行 我們今天邀請了BMO泰寬的專員 我們是鋪夷對整個泰寬流程熟悉的 我們希望在整個過程裡跟大家說說 如果你們想需要更多的資料 可以掌握手 我們現在邀請鋪夷來介紹一下自己 Hello,大家好,我是鋪夷 加拿大滿地,我是Vancorp Montreux 在貸款這裏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所以今天就希望可以掌握到 或者是香港的投資者 或者是香港有興趣賣樓的人 或者他們會經常問的問題 我們今天也有機會可以掌握這些問題 好的,我看到裡面已經準備了一個 我們可以慢慢跟大家聊一聊 或者先講一下 BMO的銀行 我們在加拿大的 是有幾多個大銀行 或者BMO銀行是怎樣 大概的歷史或者是怎樣的 BMO我們已經在北美來說 都是排名第八的 例如2018年、2017年 我們在其他不同的地方 都有被認識 都是一個很大的機構 始終滿地河 講回歷史來說 都是由1817年開始 哈哈哈哈 歷史又久了 200年的基礎 我們都有 是啊 是啊 現在這邊我看到在裏面 裏面剛剛說的 就是在這邊的 在整個北美面 八大都很厲害了 加上美國的話 如果是 現在來說 整個資產總值 都很多個零後而有 是啊 都很多人 差不多728個Billion 所以以我們多人多的來講 BMO其實周圍都看到的 如果講廣東話 基本上我們平時香港朋友打來 跟你講廣東話的話 已經是 或者去到你的部分的時候 是可以不需要 就是有時候直接講廣東話 什麼都搞定了 雖然卡牌所有的都搞定了 是啊 是很成熟的 差不多是香港 都有本地我自己的分行 我們都有 非常好 是啊 所以機構來說 已經是很開發的 可以說是多人多 每一條街都已經有 好 好 就像我們的七十一這樣 那我們又要先介紹一下 不如你要先介紹一下 你自己 可能從事在這個位置上面 其實 或者分享一下你自己 介紹一下 讓我們的觀眾認識一下你 好 是 那我自己本身個人 已經是銀行這個 就是這個業務 已經有七、八年了 已經 滿地可來說 已經有三年有多了 那一直都是做貸款的 也有不同賣銀行的經驗 就是貸款 那自己現在本身在滿地可 也都會有 比較 多了解這個市場 可以提供到什麼類型的貸款 給我們的投資者 或者也都是有機會 比如說想買自己的房子 或者會和家人一起移民過來的 那 鮑儀 其實呢 因為 剛才你說了 就開始移民 就是很多新的來到 剛剛去到加拿大 其實 有些什麼 或者在BMO裡面 可以幫到我們 一些 準備來加拿大的 一些朋友呢 那 大家都明白了 因為現在疫情原因 或者未必有時候 經常都可以 好像以前這麼方便 這樣兩邊走 那很多時候呢 現在呢 因為香港呢 是有滿地可的分行的 那變成呢 他們是可以做到 是幫你 在香港開了戶口先 那變成你可以 譬如說 做了你自己的交易 還是怎樣 開始了先 那來到加拿大這邊 你才去激活的 那就不需要說 譬如說 過到你這邊 或者擔心會要隔離 或者會不會有其他 事務要處理 那變成就擔誤了你去銀行 做你自己要做的義務 嗯 那如果就是 在貨幣上 其實如果 人還沒去之前 其實是不是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在香港的 BMO 的branch 上面 其實都是通了 還是怎樣呢 可以這樣說 大家都 通了就不 因為大家始終都是一個 香港 一個加拿大 那始終大家行的系統 那個connection 是有少少 就是不同的 大家的平台 但是呢 我們仍然都是一家銀行 就是one bank 那所以我們是絕對是會 就是香港和加拿大這邊 我們是會可以配合到 幫到客戶的需要 挺好的 那很多時候 在好像今天看 孫子的朋友 我們是平時一問的 就好像在Nicole 和我們在Bowie的時候 都可以問到 那很主要的就是 因為到整個過程 有香港的BMO 和EB專員的話 那除了進去 通常在電話上 你可能見一個不認識的人 但是到最後的 如果是有Bowie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頭到尾 可能我在裡面的話 都可以到時候 跟他們的群組聯絡 所以大致上 都可以切合得很方便 嗯 其實Bowie 會不會有些 program 比較特別一些 就是可以介紹一下 給我們的朋友 例如 有的 那我們今天呢 有好幾個program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也覺得 有基於這幾個program 裡面 或者有不同的program 會適合到我們不同的香港朋友 那之後呢 我們談完program 那些之後呢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之後再F&A 那第一個呢 我想和大家講一下的呢 就是我們的New to Canada 就是新移民的 那新移民的program 有個好處的呢 就是譬如說 我打算家人 我們家人打算會移民過來啊 我們想知道他移民過來的途中呢 有些什麼方法可以做到貸款 因為有時候或者我香港有份工 但是呢 我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都需要時間去適應 未必說立刻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 或者反過來 或者過來的時候 是想心躁啊 或者讀書這樣 然後再做事的 那變成呢 New to Canada 新移民的program 有個好處的呢 就是我們是可以接納到香港本身自己 就是你過來之前 你還在上班的收入的 那變成這個交易轉過來的時候 就不會說 你來到這邊 而因為工作還沒穩定 銀行這邊而不同 你做貸款的 那首期那方面 我們也是做35首期 那年份呢 我們是可以選25年還款期 或者30年還款期的 挺好的 那就是我們現在在香港這樣的狀況 就是可以六成五貸款 是的 所以整個買賣流程的時候呢 我們一開始買房子的小訂就5% 嗯 那就可能到三個月之後呢 銀行開閉的時候 就給了平衡的30% 就可以想會做再貸款 是的 沒錯 那如果是和香港那個收入的時候呢 香港的收入呢 有沒有一個時限性呢 因為剛剛有朋友問 就說如果好像我們的工作 可能來之前 準備要配備 就是可能是 到時要配備的時候 可能還沒有收入的 有沒有一個時限性呢 你最要保持這個先認收入呢 一定做的時候呢 一定是要你本人仍然在公司裡 那我會建議呢就是 譬如說你可以是 就是未過來之前 還是或者已經在計劃你會過來 或者現在是準備定 就是那個轉移轉過來的過程的時候呢 那我就會建議仍然在香港那份工作的時候呢 可以先做一個貸款 哦 很好 是的 那剛剛有人問過 那如果準備的流程呢 他有沒有說是大約幾多久的 你說是 譬如說審批啊 是的 到房 你認為最好 就是銀行自己本身 他們都不喜歡接些很最後一刻的交易 是的 那變成如果可以的話 你至少都可以給一個月時間 可以 我可以慢慢再跟觀眾一起聊 那我們可以 還有這個功能裡面呢 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就是 就是說是30年呢 這個就是說可以做暗風期是做到30年這麼長的嗎 是的 30年橫風期有選擇可以選25或者35 那如果25年的話 那月供呢 你就會看到呢 一般比30年高一點點 因為那個橫風期縮短了 那月供也會高的 那一般來說 很多客戶呢 他們剛剛因為譬如說 他們會由香港過來 會有轉移 或者生活來說 未這麼快適應呢 但是很多時候他們都會比較新 比較喜歡做30年多 那變成你月供啊 還有你自己 譬如你做計劃啊 那些流動資金啊 自己用的 那樣就會鬆動 那樣就會鬆動 是 但我見到 也有說過25年 25年 25年是否 25年是否 因為有些我們 Government Remation B過來 可能買的時候 都未正式 就是搞好這些手續 那其實是不是就是 Carnas Non-Resident 還是怎樣的 我們會 Categorize 它 as Non-Resident 就是除非譬如說 一啦沒有加拿大的國籍 第二呢就是譬如說 你現在申請新移民 那因為很多時候 因為疫情原因 其實或者你已經批了那個批文 就是它已經有那張文件寫著 你已經是新移民 但是那個封業卡還未到 那以前呢就是一定要收到封業卡 我們才可以當作說 新移民那樣做 那現在呢其實因為疫情原因 銀行都很明白呢 或者政府這邊 它未必出到張卡 那些 那只要其實 有一個叫UCI number 就是一份文件上面有的號碼 銀行這邊已經可以成立你做 新移民的了 已經是可以 明白 好 那這個program 還有沒有我們可以注意的部分呢 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或者是 注意的地方 我會說就是 真的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可以就是 譬如說 你在香港那份工 還沒離開那份工之前 我們可以計劃好 做好一個預算 還有加上也是有個好處的 就是好像現在疫情原因 那買好房子過來才好 那你過來就馬上住回自己的房子 就不用說要去找酒店 或者怎樣 明白 剛剛有Scarlett 一位朋友就問 他等一下可以說 5%單移民這個 那我們 你會在這個program 還是等一下再說 5%這個 我們可以等一下再說 好 我們準備用多資料 那我們這個 因為等一下這個 是很快的問題 因為我也想問一問這件事 哈哈哈哈 然後 除了我們的新移民program 他也有個加長版 那他的優惠版就是 New to Canada Saver's Advantage Program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關於 譬如說 新移民之餘的客戶 也是高資產的客戶 譬如說他們自己 在銀行有多存款 這樣 那有什麼分別呢 跟剛才我們剛剛說的那個新移民呢 就是或者有些客戶 他們是譬如 戶口有多錢 是高資產 但是他們或者工作不多 嗯 或者譬如說 我是炒股票啊 或者我是買賣客樓啊 就是或者 工作來說 不會說是回9至5 或者也不會說 譬如說 一年會報很多稅啊 那這個情況 其實是很適合 我們這個新移民的高資產客戶 那一樣 我們的qualification 就是他基本條件 他也需要的就是 新移民 或者呢 你是本身拿著加拿大護照 但是一直都是香港 那我們也有 可以用到的就是回流 回流的Canadian citizen 那也同一時間 因為高資產 那銀行這邊 他也要有資產證明的 那必須要看到你真的 那麼久都有這個存款 那所以還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因為新移民 大家都知道 你未必或者在加拿大開過戶口啊 那變了有時候呢 加拿大呢 你來到第一個問題 或者會問到的呢 就是會不會信用 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這邊 我還沒有建立到信譽分 那所以呢 所以新移民這個計劃呢 其實是很適合 也都很幫到客戶 就是他們是不會看 銀行這邊是不會看 你是在加拿大的信譽分 或者有沒有任何的歷史 那都是一樣呢 首期那裏呢 都是要35張支付的 那麼 這個就是高資產 我們是 那銀行那裏的要求呢 就是必須要有20萬加支或以上的 就可以可達成高資產 那是他 剛才提到的 就是股票啊 所有的 即是網絡資產 這樣 股票也可以 類似是購入 那時候呢 因為你是也有 可以展示到給銀行看 你自己有的資產 高資產 那同一時間呢 因為銀行這邊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貸款 都是關於收入的 那所以這個計劃 即是保障家庭計劃 高資產這個計劃 就很適合那些客戶 譬如說 如果他們要按照收入 來計未必足的情況下 那這個計劃是很適合他們的 可不可以說是流動資金 就是譬如 如果他有一間樓 都是計算還是不計算 就是200萬左右呢 銀行會看流動資金的 所以譬如說 股票啊 或者儲蓄啊 或是儲蓄啊 儲蓄啊 那些 明白 他有沒有說要 歷史歷史多久 譬如說 我拿著這2公斤的錢 就是流動資金 要看你的歷史歷史 一年 或者是多少個月 多數銀行這邊 是看一年的 但是譬如說你是賣樓 那銀行也知道 賣樓的時 他不會要求賣樓的資產的部分 是一定要 就是一年前你要賣了一層樓 那麼 樓那裏呢 他就是OK的 就是那個不需要說要賣一年 那其他資產啊 或者股票啊 怎樣 他都會要看一年的 嗯 大樓就是pay off pay off那些 是吧 就是不是 不算的嘛 剛才你說的 屋不算 如果你說家屋是pay off的話 就不算的 都不算的 明白 剛剛這個計劃其實很好啊 因為 有很多 就算 接下來 會過去呢 其實可能一份工呢 就是離開了香港的時候 過到加拿大未必這麼快 但是很多時候可能 在儲蓄上面都有一定的金額 所以這個呢 其實就是 bmo這個計劃我覺得 就非常之合適 我們很多 接下來移民的朋友 是吧 那麼 另外呢 我們也想問 剛才也提過 我們現在開始 就是都開始很多 回流回去了 那麼 我們回流的方面 是不是都有一些 另外 有些計劃 可以讓我們回流的客戶 那本身是拿著加拿大護照的 或者很多年前 想回到香港 那麼現在 有興趣會想回來啊 或者小朋友又大 那麼想回來 那麼這些客戶呢 我們都 bmo有個計劃 就叫做 Return Immigrant Program 那麼這個計劃呢 就是給 在加拿大身份的客戶 他們在香港打算回流回來 那麼同一時間 就是我們 也可以用他們的海外收入的 那麼 變成就是譬如說 你本人在香港啊 那麼有上班 那麼同一時間 都是 好像新移民一樣 我們可以說 就是你回來之前 我們也可以有這個 就是可以有這個機會 可以用到你自己 香港本身上班的收入 去幫你做貸款 嗯 挺好的 那麼開故事 真的 我的同學都可以適合用 是的 但是它比我們現在 新移民的 就是那個成數 就可以高一點 是嗎 是 嗯 明白 那 其實 剛才說了 其實現在 因為我們加拿大的樓市 呢 那個升幅都很厲害 那所以其實有些可能 不是真的想著移民 但是 同時間 可能 親戚啊 朋友過了去呢 我都想在那邊買一些樓的 那就是一些 在那些非公移民的程式上面 又是否都有呢 是 是啊 那非公移民的程式那裏呢 就是拿著香港護照啊 或者是其他護照各籍的客戶的 那它這個呢 有一個好處的就是 不是說 就是在加拿大買樓 一定要是加拿大人 才可以買到樓的 那我們也有 有這個計劃 可以專門去幫 非公移民啊 去做的 那有幾個 有幾個條款 那它也是會要求的呢 就是 如果你是沒有加拿大身份的 就是非公移民的客戶 那你買樓呢 是一定要自住樓的 或者是賣給親屬 那銀行這邊才可以 就是會跟你做到貸款的 譬如你說 如果你想買投資樓出租啊 那這樣 那銀行這邊呢 它就比較深想你是要買自己的 那還有呢 那個下付款 就是那個首期那裏 就會比剛才的新移民 和那個高資產 或者是我們回流的 回復移民就會高5個百分比 那 instead我35% 我們是會做40%的 那剛才說過的那些計劃 都有一個好處的就是 那有時候我也很明白 或者突然之下 這麼大筆資金 未必可以一次過回到過來 那所以呢 銀行這邊做的貸款 它也是容許首期那裏 是通過或者親戚 或者家人去幫忙 去幫你去達到那個首期的百分比的 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這個 有沒有說時間性別 在封閉之前的30天呢 還是什麼時候要把錢放進去 BMO銀行 銀行這裏要求呢 就是封閉前15天 那沒問題啊 好啊 我們有些銀行最近60天呢 你明明是用支付怎麼下 是啊 是啊 支付都還沒有 很高興的 是 OK 那所以其實這些計劃呢 其實似乎都是給我們 不同類型的身份的投資 或者不是一個 或者是一個交易 其實BMO那邊有沒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投資呢 就是特別是給一些 可能我們有些 接下來有些 朋友仔 可能他們想做一些 投資的事情 有沒有一些類似的 那樣的計劃呢 投資 你說是說 就是買 有些投資有幾樣的 如果好像是香港的朋友 那樣來的話 除了是債務 之外 有沒有一些投資 好像這邊的 Trust 或者債務 可以在非居民都去買 有有有有 這個因為 其實銀行這邊 它除了開戶口 做貸款 那樣的 它們也有它們自己的主義 就是投資的 就像這樣 好像Johnson這樣說 就是債務 就算譬如你 甚至要開股票戶口 是銀行這邊 是全部有 就是服務是充滿的 全服務是充滿的 所以 假如買完那些 假如買了 BMO的債務 所以在這邊的 剛剛的資產 都是計算下去的 可以的 是的 嗯 明白 原來 Johnson 有些朋友仔 開始問一些問題 是啊 我們先回答部分問題 是啊 不如我們就看看 有些朋友仔說 他們其實在香港 就有按揭 但是又不是加值的 那他們其實應該是 還可不可以在加拿大做按揭的呢? 就是香港已經有一個 貸款嗎? 應該香港有貸款 但是有貸款 在加拿大 還有一間房子 那在加拿大 可以再買一間房子嗎? 可以的 因為國家 就是一個香港 一個加拿大 是沒有 銀行這邊是沒有規例的 換句話說 就是 除了非居民 銀行是有要求 最多只可以做到兩間房子 其他計劃的 銀行都是沒有要求的 就是沒有說 你要求可以做到多少 只是做多少間 嗯 但是我們都有一個TU的 就是那個信貸 其實我們香港的朋友仔 去申請那裡 其實是不是 BMO他們都會 拿回香港那裡拿回TU 檢查這些 是不是可以多說一些這一部分 這部分 這就是TU 是不是補訊 Credit report Credit report 會會會會 嗯 是的 他都會去拿回 所以剛才那個朋友 可能就是擔心 他們有按揭 那會不會有些壓力測試 那會不會有些 我們有些指引 或者方向 多少 因為我們香港其實都有壓力測試 我相信應該BMO都有 其實這裡 他們有怎樣去衡量自己申請 那時候呢 有的 有的 換句話說 那是對的 那就是TU 譬如說香港 我也相信很多 很多客戶 他們自己在香港都有做投資 也不一定說 只會只有一個物業 那TU的報告 銀行這邊是會看的 因為假設性 譬如說 沒有任何記錄 那銀行這邊是沒有你的信譽報告 也都這邊不會說鋪到任何記錄 那所以他都會要求要有個 提供 就是要看一看香港那邊 但是這些呢 我們都是可以跟銀行解釋到的 這些都是 那也有個朋友說 因為他正在來 剛才我們都說了 我們都很推薦 其實以我們這麼多次做節目呢 請了不同的嘉賓說 我們都很推薦 就是來著朋友過去之前 可能用香港的份工 那剛剛我們有一個朋友呢 他就說他其實剛剛轉了一份新工 那可能就是 就是做 可能一年 那你有一些資金證 那他其實 會不會 就是在做模擬的時候 是不是有些難度呢 這個問題呢 都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很多客戶 經常都會問到的 那其實呢 我也很明白 譬如說剛剛轉工 會不會有一個 就是銀行 會不會有一個概念 譬如說我剛剛轉工 他不會認可你那個收入的 那其實這個 這個大部分銀行 也都滿地可以說 其實呢 我們都 因為本身多人多的政策 就是譬如說 如果你轉份新工 多數是有三個月的試用期的 那麼呢 銀行呢 比較自己喜歡 他就喜歡 你先過了一個職業 但是實際來說 其實如果你只要是 做一番 就是在做同一個業務 就是譬如說 我之前是做 譬如說 做IT 我只不過是一份工 轉另外一份工 收入只不過是高 所以我才會去轉工 那麼其實銀行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這個呢 就會叫做一個 例子 嗯 明白 那麼我們呢 那如果你在同一個業務 銀行基本上呢 都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嗯 同一個業務上面 我們很多 哇 那些朋友很積極 一直問 其實我們剛才呢 你有提過一個 就是高資產的那個計劃 是否同時間都會檢查TU的 就是剛才的Credit Union 同時間都會看 就是我們剛才 是不是所有銀行 無論我們是做本身 你剛才有兩個計劃 其中一個計劃 就是高資產 就是純粹看我們的 流動資金 性上面 就是過了200萬 那個 那個計劃呢 那個是否你都會看的 就是所有其實 銀行都會跟回 一定會看 是嗎 嗯 無論我是哪一個計劃 就是 你說說看過TU 是嗎 是的 其實他們看到我們 資產都夠蓋到一間房子 所以其實他們都 都不會再請我們TU 就是我想朋友們 就想問這個問題 是的 基本上除了非居民銀行會 比較大要求會看TU之外 其次的話 如果其他計劃的話 TU都可以說是 就是他只想知道 譬如說你回流 或者你新移民 你過來的時候 你會不會是有些什麼 資產 或者會不會有些什麼 是留在香港 不帶過來 其實都是想比較 理解客多些 嗯嗯 明白 好 那我們繼續 看看這個問題 嗯 OK 這個問題 我先問一下 他說 他說 他想確認他剛才有沒有聽錯 香港的 人工的收入用來 申請加拿大的Mortgage 就是剛才你這樣說 那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他本身 香港都有公樓上面 會不會扣出來的 就是可能扣回 就是比如說 就是剛才 你檢查他TU 他在香港其實可能 他10萬元人工 那原來香港呢 已經在供5萬元的了 那你會扣起那個5萬元 是不是都會扣出來 嗯 那銀行那裏他計算的 就是他怎樣去扣的呢 他是看月供的 就是譬如你說 我現在在供一家一百萬 那我月供譬如是 譬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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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譬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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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很多客戶,或者香港會有物業 其實都是基於這個情況 因為好像剛才我們說的 最好就是你來之前,我們先幫你做了一個貸款 所以很多時候在TU上面看到 未必是你來到的時候,那個情況也是一樣 所以銀行這邊他都會考慮這個因素 另外有一個朋友去問 他的貸款上面 是不是可以去申請一個新的公園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高升地 現在我想是在說一些樓花 都可以申請,樓花銀行也做的 其實在加拿大來說 大銀行我們這樣 其實是跟很多建築者我們都有聯繫的 變成他們都會知道 要做這些樓花申請的貸款的時候 銀行這邊其實是一早 他們會知道是有三至四年的距離 或者最快都要等兩年才可以交給的 所以銀行是會知道這個情況 就是現在這一刻他可以找你的路 如果這樣說 嗯,是啊 哦,那不錯 是的,他們很擔心 因為有很多他們都以為 我都還要兩三年 但是我現在可能已經過去了 他們就想可以現在都申請 就是可以申請到 可以的,是沒有問題的 明白 好,我這邊再看一下有沒有些問題 先吧 OK 如果給一些non-resident買condo 給一些收租 那最多的mortgage他可以做 即他不是自主了,他是收租的 收租,如果是non-resident的話 銀行這邊是要求的 就是剛才你說的 一定要是你自住 是啊 他也是希望大家都是自己 自己住或者是他們的家人幫他 如果他 現在我們加拿大有一個 我想你們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現在這陣子買樓 也不是這陣子 近這半年都出現了一個 現象就是beat offer 我們又要做mortgage 但是我又不知道是否beat得中 我又怕你的mortgage不批 那我很惆悵 那BMO有什麼辦法 或者在這個情況下你們會怎麼處理呢? 有幾種情況 大家覺得其實你是可以真的通過銀行 做一個pre-approval 就是預預批 銀行是提前跟你批好你的額子 那變成你自己 一,你下預批的時候 你自己都會心裡有數 我自己知道我銀行可以批多少給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多數我們下預批之前 我就會建議 最好就是 你可以找你自己 準備之後 和你申請貸款的貸款經理 其實你下預批之前 法家已經有談過 你的收入情況 和你的資產情況 其實那個貸款經理來說 已經大概大家都會有個底 可以做到多少 其實一分來說 即是你可以做個pre-approval 那就是銀行 這邊真正是銀行批出來 說你是保證你批多少給你的 另外一個就是你可以和你的貸款經理 可以商量之後再下預批 那變成大家都會有個共鳴 和你的經理自己都會知道 什麼時候要開始和你準備做貸款 或者要不要和你追蹤 那因為由那個預批下了開始 其實那些時間都要計算好了 因為有時候 周慈家這樣下預批 或者有很多人去搶 那所以有時候或者有些賣家 他們要求你早點結束 不要太久 那所以其實最好就是 由你準備想下預批的時候 就已經和你的貸款經理 有一個好的關係 或者你們已經提出了一個交易 譬如說 我這個星期或者怎樣 我都要和你追蹤 因為我準備要下預批 有機會會肯定 那變成大家有溝通 那貸款會順很多 但你就會事先做了一些 譬如可能依據估計那間樓是多少錢 合估8、2萬的 那就根據這個數 你試一下看看它可不可以批 或者大致上多少成 那它就才下預批 因為下完就不能離開了 是 嗯,明白 那如果 其實剛才剛才說 現在有個必批的情況 那其實我們這些 通常都是一些二手樓上面 其實會不會在BMO裡面 都會事先股價 你知有時候可能會批到 8、3、8、5、8、6 但可能在你估計的時候 估得8、2 那你就在8、2上面 計算成數 這個情況可不可以和我們 就是它的擔心 它擔心 你可不可以 是,我可以跟你說 其實坦白說 由疫情開始 那我們至今 到這麼久以來 是沒有試過嚴樓不到價 是的,我也可以給香港投資者 那在銀行這個角度來說 我們是沒有一間屋 即是 我們不能說到沒有一間屋 但是大多數做的 是至今來說 是未說不到價 你覺得很對 因為我們自己這邊的個案 和你們合作這麼多 我們那些家人 都沒有試過 全部觸碰到 起碼很幸運 即是全部 即是今天可能搶高了價錢 以及可能預算了個位置 銀行也很準 它現在是 可能附近的 正在乘8.3 可能最近有一間 140萬 即使是那時候 它都會做到最近 昨天高成的那些 都是全部到價 是的,是的 那我也試過 在一個 即是我的客人來說 譬如Apaso 即是我們鹽樓股價過來 那麼它最多股價那裡 我們試過收到一個報告回來 它就說那一區 這個客人買的房子是最貴的那間 但是呢 即是鹽樓度價的 只不過它只是在報告裡面 即是它會大概跟你說 它怎麼可以 因為它也要解釋 為什麼它會說 屋價是到價 或者是不到價 剛剛Ricky她問 她的問題是會猜不猜到價 但是可能 第二個問題衍生到 假如我的銀行 是一個百五萬的 但是 香港的朋友說 它的黏力是百五萬 那如果買到英雄一百六十萬的 那這十萬元是否就用現金去 即是我的時候 我的預算是 是百五萬 但是真的買了一間房子 如果是百六萬的時候 銀行又猜到百六萬 但是這十萬元的差別 都可以把銀行預算 還是到時候 要買家自己的銀行包 去做鎖 那要看看當時買家 他做的貸款的時候 會不會其實 他批是一百五萬 但會不會其實 它的額是可以批多些 只不過批的時候 可能他預算是一百五萬 所以就按一百五萬來批 還有 這是一個大礦 真正去做貸款 的細節的時候 你就會每一個觀眾 到時候就跟Bui說 那通常真正的細節 都會盡量 通常有一個預算來說 就是有一個安全預算 但是可能有時候 超出一點點的 都可以談 都可以談 那就可以了 因為通常預算的時候 其實我們通常的數目 會計算大些少 今天做完這個租後 我們那班朋友 就全部都要取付了 我們現在這些 全部都準備取付了 其實剛才有個朋友 他想調查一下問題 他調查一下 這個 他是加拿大人來的 就是剛才說的 他再做貸款 他現在是 他是加拿大人 他人現在在香港 那他是可以 是不是都可以申請貸款 但是都是給租的 就是不是給家人 或者自己 是不是在這個情況 都是不行 他是加拿大人 但是他現在是身在香港 如果他的收入是在海外的話 那他都是要給家人 或者是直屬親屬去住 他都是在這間屋 是的 或者是 都是在這個大原則上面 是 另外一個朋友 其實他來 即他應該到了一步 就是在你附近的 可能 那他們呢 就是兩個朋友 是的 就是一個就是 研究 permit 一個就是 open work permit 但是 他的收入 仍然在收到香港的收入 那在這個情況下 做不做到 mortgage 做到 做到 其實沒有分別的 是吧 他確認回他的 income 就可以了 是的 可能還好 你是不是這個朋友 其實你是 很多人都有份工 或者伴侶都有份工 其實兩個 就是香港的收入 是不是兩度 都可以計在一起 是的 可以的 嗯 其實我不管你的收入 是香港 還是加拿大 總之你確認到 那就OK了 是的 嗯 那麼 P approval 有效期多久 他們說 130天 即大家真的 130天 是的 130天 也很長 差不多四個多月 是的 因為其實銀行這邊 他都有 他都有期望 或者有時候 可能下第一次付款 未必可以做到 那或者你可能也要下第二次 那第二次才可以確認到 那個付款 所以變成一個時間來講 他都會比較通融 他都不需要 他都不會希望你可以 每一個月 或者每兩個星期 更新一遍 應該他的時間 是會足夠去買到樓的 但是他那個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如果過了那個時間 或者假如半年 過了以後 即使他再做的 是重新做過所有事情 還是可能到時候 不如以後 可能再更新資格的 貸款 還是怎樣 是不是會從頭做過 還是延續多四個月的時候 是怎樣做法 是很複雜還是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如果延續多四個月 那基本上呢 因為銀行開頭 你做的時候 那些文件 那些其實他已經有了 這樣 如果他批出來 那一下 其實已經說 他評論了所有事情 那如果譬如說 過了一百三十日之後 還沒買到樓的 或者還想延續的 那個息口那裡就會改 因為那個息口只可以保持一百三十日 所以變成每一百三十日 你都要用一次的息口 還有呢 到時候銀行這邊 他只要求看多 就是可能 確保你最近還有 就是確保你 在同一份工 或者假設性轉了工 都沒有問題 都是像剛才那樣 我們是可以拿到一個例外的 嗯明白 那其實在一個 當中有機會 那個單位是有所轉變 那個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申請了一個 都會有一個單位 就是一個我們 的物業 給你去做股價上面 那可能最後 他真的在一個 的過程上面 就是可能 真的拿不到了 拿不到了 然後他就要再去 第二道 那第二個 是OK的 是嗎 沒問題 沒問題 是呀 因為銀行批一個 給你的時候 其實他不實質知道 你是什麼單位來的 那只不過那些數據 那些都是我們提供給銀行 所以 那些數據 都是一樣 都是保持同一個差不多的數據 那銀行都是一樣批給你 所以為什麼他會是 叫做 預批 就是因為其實銀行 就是 只是基於你的收入 去看一下你想買多少 就是要多少錢的償金 那他就批這麼多給你 明白 另外他也是 有一個朋友 他們是想 接下來會買 購物 就是他的兒子的名字 但是他的兒子 其實是加拿大人來的 有加拿大護照 現在在加拿大讀書 但是他就沒有收入 所以 就是爸爸 就買一家屋給他的兒子 那 按下他的名字 跟著他們大家就可能 就是 但是他爸爸 不是resident non-resident 就是沒有passport 那他們是 大家是一個 co-signor 就是和他的兒子一起 去申請這個mortgage 那 是不可以的 signor 的爸爸可以一起做貸款的話 那這個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是啊 就是他就是後台的 就是他是保證者 就是他是保證者 類似的嗎 還是他只是借款人 就是他的兒子 他也要是借款人的 但是就是有不同的情況 比如說他想做保證者的話 那有不同的情況 可以容許銀行這邊去幫他 不好意思 等一下 現在還有十幾條正在進來的問題 我們到時勞煩我們後台同事 將我們香港的WhatsApp號碼 或者我們到時先放在群組裡 我們可以現在在帳戶那裏 in case 這十幾條有些新問題正在進來 那我們要慢慢回答 那同時間的 剛剛之前Bowie 我們答完的問題 想再更加了解 我們有一個香港的WhatsApp號碼 也稍後會在帳戶裡面彈出來 那到時候剛剛好像Bowie說完那個 是你的問題想再問多些 如果我們剛剛答不完 都歡迎你在WhatsApp裡面再告訴我們 我們到時會再安排 我們現在的問題繼續去答 好啊 因為我想 Johnson應該下個禮拜 他趕著拿阿發很多朋友 很多阿發可以拿到現在 是啊 是啊 很多很多 其實也是的 這個剛才不知道有沒有 我們都有看過 香港的收入 證明要多少個月 六個月 是嗎 就是他們要做印金 不需要 我們多數只看最近一張PasteUp 最近一張PasteUp 或者一個僱主信 可以證明他是 在這個工作做 最主要就是我們要 加多一個 就是譬如說 我們這邊叫T4 其實好像香港 整年年尾的時候 公司會出一張PasteUp 告訴你 你整個年度賺了多少錢 或者如果沒有的 銀行最多都是看你 譬如12個月的PasteUp 其實它只要顯示到 你前一年賺的錢 是否跟你的僱主信寫的一樣 或者你因為現在看你 這個月的PasteUp 它只想確實就是 譬如我今年 譬如我現在每個月出的錢 如果計算一年 譬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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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香港 香港應該就是 報稅之前 公司會出一份 你過去的 財政年度裏面的 total收入 事實上 我猫如是 我們香港 其實應該是 那張 但是 它應該要 其實有個技術性的問題 我們那個應該是 大約每年的 3月左右 應該差不多報稅那些時間 才能夠收到 如果萬一他申請模擬那時候不是的 他就拿回之前那個年度了 或者他給你一張稅單也可以 可以 是 只要其實有什麼可以證明到 你過去那一年的年級是多少 那這個就是BMO想看的東西了 就不用說我連續給幾個月的銀行 SERI Payment 那個DAMON 剛才有朋友問 租金 我們算壓力測試 還是算我一些除了上班的人工之外 Rental的Income 算不算在香港 可能他有一些樓收緊租的 還是說都算 不過可能算你一半的 不算 直接不算 是啦 純粹是算真的收入 是啦 但是如果有些是真的自己生意呢 做生意 自己生意的話 你說自己的生意是自顧人士還是 還是 自顧啊 有些朋友是自顧的 自顧的話 銀行有另外不同的看法去看的 自顧那裡 換句話說啦 就像Johnson那樣 如果可以的話 照顧的同事 可以留下你們的聯絡方式 那這個我可以多說 因為這個題目都可以說很久 那你記住 是啦 找回我們的號碼 所以 情況可能會有些變化 好 那我們到時可以來聊聊 因為很多朋友 之前我們是在香港下海 美容店的 或者到時是那些不同的自顧人士 我們可以具體一點的 到時在電話後面跟你慢慢說 嗯 其實 這個也有興趣 我們 Be approved for validate 剛才說過 應該多一次 一百幾多日 一百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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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那如果有個朋友想賣一個 兩mil加子的單位 做高資產的mortgage 那他大約的流動資產是多少 就是想賣一個單位 兩mil 如果他在加拿大的話 就是如果按照加拿大那個 就是加拿大沒有其他房子 這個是第一間房子來算 那銀行這邊呢 他會是看一對一的 因為首期的部分 其實你是一定要準備的 那銀行呢 就說你借貸 就是你的mortgage 你借多少 你就要show到一對一 那譬如你一百萬 譬如你一百萬 你要借六成半 那你借六十五萬 那你除了首期要準備三十五萬之外 那你就要準備另外額外的六十五萬 可以讓銀行看到 因為你的借付額是六十五萬 嗯 是的 其實簡單來說 BMO他想看到就是 你買一個二百萬 我就希望看到你的戶口 在過去那一列 有二百萬 在這裡 嗯 就可以申請到了 是的 那他所說的高資產上面的要求 嗯 那其實還有一些朋友去問回呢 我看看怎樣消費他 他說香港的收入所做的加拿大的mortgage 就是用香港收入做加拿大的mortgage 會不會給本地收入的mortgage上面 就是你們在批的一些terms 是的 不同的terms 剛剛都在說批多少成的 其實它是加拿大的收入 還是香港的收入 那去申請mortgage 其實那個terms不是一樣的 你說還款期的話 我們就是一樣的 那麼我們都是 就是加拿大 如果按照本地 我們都是只有25年 25年還款期用30年的 那terms來說 譬如說的息口 就是譬如說 我們現在做五年浮動 或者做五年固定 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是一樣的 嗯 唯獨是 只有差別 就是有少少的地方 是不一樣的 就是 如果你是拿著加拿大的收入 那麼加拿大這邊是容許 你最多可以做到八成貸款的 就算是六成本 就可以變成八成 噢 就是乘數會高些 如果加拿大 只要一個批 就是那個額 可以批多些少 是的 那個額會批多些少 但是可能就是 利息各樣其實都是一樣 是的 不過為什麼 鮑儀都一直推薦 香港在香港做 就是可能 是不是香港的薪資 都會相對 就是回到我們來 計算一下 是啊 其實回到這樣說 其實香港的收入 如果你除掉 就算你換回家子也好 其實香港的收入大多數 客戶是比本地高的 所以 所以 就是為了 就是 要幫幫本地 本地這邊的人 都要上樓了 所以 貸款額來說 就是他們的額 是可以會高一些 還有 因為就是始終 加拿大這邊 這樣 掃錢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銀行這邊 是會比較幫忙 希望可以 達到會有少少少 的貸款額 去幫助本地的人 都會 是啊 所以其實 坦白說 我們 再問回之前 很多個情況 都是 就是 很多個都會 推薦 你儘量用 香港的收入 去申請 因為 高一些 其實相對 拉回你的成數 或者買到的單位 價值上面 都可以高一些 是的 所以呢 我們剛才說好呢 就是 VMO香港辦公室 就是有個香港的部份 雖然兩個始終都是獨立運作 那 剛才 我想很多朋友都在想 你都一直推薦 在一個流程上 在一個流程上 怎樣在 就是我們叫 就是 one band 我們所說的 但是怎樣是兩邊合作呢 它是可以在香港那裡 申請 還是 我一直聯絡回你去申請 應該 可不可以介紹這個流程呢 我想他們也很多想知道 那申請來講 就是我幫你去做的 那香港那裡怎樣可以配合到呢 就是 譬如說 客人會先去香港那個滿地可分行 那銀行那邊的職員 就會先確認客戶的身份 那變成確認了之後 那他就會傳客戶的資料給我 那我就會在這邊 我就會和你們做on boarding 那我就會在這邊 和你們做申請貸款 那樣 就是 所有條例 各樣 和你談的那些計劃 或者做P-A proof-up 其實都是和你們回加拿大那邊 都是和我做的 嗯 只不過呢 香港那個branch 可以有什麼幫忙呢 就譬如說 他們先開定戶口 假設譬如說 他們要開始 或者 怎樣說呢 那個匯率好的時候 我想先換一些家子 那變成香港滿地那個branch 他就可以 譬如幫你開定加拿大戶口 那變成你就可以 入定一些家子 那變成到你一過來這邊的時候 那你其實那些錢已經在這邊了 已經是會 嗯 那如果BOY這樣做法 假如是今天的觀眾 想打算找個同聲同氣的 那來到這裡最重要 有時候方便這樣問 那可不可以到時候和你聯絡了先 然後你再和香港那邊再說 可以 可以 沒問題 是啊 是啊 你看到BOY的廣東話是非常之正的 哈哈 我們還有問題 那其實我都想問呢 就是我們現在因為疫情 我知道有些mortgage 就是有些銀行呢 可能要申請mortgage 我們需要一個in person 這樣去簽一些文件 那如果在BMO 在這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呢 你看到剛才有很多朋友 其實那個新種還在香港 嗯 甚至好像剛才有個爸爸 想買給兒子 那就是一個在香港有加拿大 那這個情況 他們有什麼要注意 其實還有做不做到 因為現在不是我們想飛都飛不到 就是不要緊 過去走一轉 都飛不到 那BMO上面會怎樣處理這些部分 這個那大部分呢 因為好像說 他的兒子在這邊 那所以大部分的貸款 主要都是基於兒子那裡 那但是因為 譬如爸爸那樣 那他都做擔保 那銀行這邊都會有他的要求 那這邊都會 那最主要都是 就是剛才我說的那一句 每一個客人的情況 有點不一樣 那所以最好呢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那這一位客戶 那你可以加上Johnson 他們的WhatsApp 那我們可以在WhatsApp那裡 我們可以多談 嗯 那我現在再把香港的號碼 再在那個 香港辦公室號碼 那所以到時候有幾個朋友的 都可以在這個號碼裡面 跟Nicole我們同時 那談完 那我們就會 安排的時間 那我們很簡單的 你用WhatsApp的吧 有了 那更方便 那我會幫香港朋友 聯繫和Boe 因為其實 我想在Morkey上面 每一個都有他們自己 一個特別上面 就是個問題的 那大家大老一點 就是今天說 剛才問了那些問題 是的 那還有些什麼 我們想提一下大家的 就是最後我們有十幾分鐘 最後的我會建議的就是 就是客戶這邊 如果你們是有興趣做 做買樓的 那我都會建議 最好就是找Nicole 和找Johnson 那譬如 特別你們 或者想買之前 我們可以譬如 一起再談貸款那個 那變成到你真的買了的時候 那那個過程就會很Smooth 還有提前已經會已經預備 準備好地要準備的東西 那變成你當你做貸款 或者你在這邊要做交給的時候 那個流程就會順很多的 嗯 有些朋友想問回 剛才說了我們說 今天有些題目是說 真的買樓自住 那有些你知道自住 現在越來越要求多 他可能是想做一些 買塊地 蓋 是的 那在這個Morkey上面 就是有沒有不同 因為可能 剛剛是買了地先 那他們有 就是有些這樣的計劃 有些業主 那其實BMO有沒有一些 就是會怎樣做呢 有 銀行這邊是有得做的 那這個 真的 這個就一定要 真的一定要 因為這個話題真的談很久 因為講到地 這些 有很多不同的 功能 也有很多不同的屬性 最好呢 就是我會建議 就是 客戶可以聯絡 Nicola Johnson 和我 我們會這樣多談到 可以 narrow down 哪一個 就是哪一樣方案 是會適合去幫到客戶 所以說 是假如香港朋友 有興趣買賣 commercial 那就可以 到時候 commercial好處 就是不需要開賣 但是 commercial 裡面 BMO 是對這邊都可以做到 做到 做到 銀行這邊 就是它自己除了做 他們都有去開發 那邊 commercial 的 銀行是 多服務 都可以做到 是 那其實加拿大現在BMO上面 或者是 息口上面 是怎樣做的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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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呢 現在呢 就是有疫情開始 其實銀行這邊 我們已經是大包圍 我們多數是做浮動多些的 就少了做固定 以前呢 疫情之前呢 以前大部分時間呢 我們都是做固定的 那因為原因呢 其實就是 prime rate 那就是央行的息 它是在疫情的時候 是跌了下來的 那所以呢 所以那個Variable呢 就會比較 比較會好選擇 還有Variable的好處呢 就是 假設性 如果你在你的 term 裡面 賣樓的情況下 那銀行這邊 它的罰款呢 只有三個月利息而已 如果你做浮動 那所以 一來現在的息口 浮動這邊 是比較低 我們就會選擇浮動多 還有二來呢 就是它的Flexibility 就是 你如果任何時間賣樓 銀行就是罰三個月利息 嗯 就是那個Panelty 也都是啦 就是因為它是浮動的 那所以你 任何時間呢 如果假設性 譬如說那個固定 會跌下來 或者會比較 competitive 一些的 和你那個浮動的息口很近 你是任何時間 可以鎖回去 做固定的 哦 OK 那可能 有些朋友可能剛剛在計 或者怎樣 他不是那麼清楚 剛剛最最後的 就是最新的一個更新 你那個息口是多少 就是浮動 現在的息口來說 加了一半 之前那個央是2.45 現在是2.7 那所以 息口來說 你大概是五年浮動 三十五萬本期 你大概預算 息口是1.8到1.9 嗯 那如果三年呢 因為我的朋友就是他 他不是有三 可能不同年份 就是三年 浮動來說 浮動是只有五年而已 那如果你做固定的話 是有一年兩年三年至十年都有的固定 就 那都是好像就是 剛才我所說 因為現在的息口 始終浮動都是比較 比較 就是 比較推薦多些 嗯 那所以就算做五年浮動也好 你每次在這五年 如果假設證 譬如說 房子升了 我想買了他再買一間大些的 那銀行呢 就是他的罰款 都是三個月 但是如果你做固定的話 罰款是會比較高的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加上那個息口 就是浮動是比較理想的 我都會推薦客戶 是做浮動先的 現在是 如果真的 所謂的 確定了 流動 就是確定了 罰款比較高 你 高成怎樣 就是差多少 譬如譬如 譬如現在浮動是1.8 1.9 如果做五年固定的話 你大概差不多 一個息口是3.5左右 如果是3.5和1.9 如果我剛剛說 應該是罰款那邊 假如他上罰款 可能我們換第二家銀行 如果是息口差別 如果是浮動那邊 就是這三個月的利息 加上三個月就變成免費 如果是五年的 或者是五年的 很簡單 就可能他是把 第四年或者到第五年 這一年裡面 你剩下的時間 現在的息口 和那個調整中間的差別 那個差壓 就成了你現在這段的時間 就是可能成了 因為你還有十個月 還未到期 那你就要剩下二十個月 但是那個罰款 總體來說 好處就是假設 我今天買一間 公園 我兩年後 我想要大一點的 去居住 用回公園 他是不是有機會 是一個 固定息口 可以轉去 去下一間樓 是的 這樣就不需要罰款 是的 銀行這邊也有這樣的服務 就是假設你願意留在滿地可 到你買了新的房子 他就可以混合了 那個息口 去你新的房子 但是大家都知道 有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幾年後 我一賣一賣 肯定我再買那間房子的時候 有很大機會 價位會高了 是的 那我中間的貸款額 那個差價那裡 銀行這邊是怎麼算的呢 他就會給回原本的貸款 即是假設譬如我原本的貸款 現在借我原本的貸款 到我賣的時候 我的房子只剩下50萬 嗯 那我的息口譬如說是兩厘的 那到我新的房子 我大概要70萬的 那中間有20萬的差價 那20萬就要基於現在銀行的息口 嗯 那它就會叫做 它們會叫做blend rate 其實是拿50萬的兩厘 再加新的20萬 新的利息 它就會加進去 一起混合出來 一個新的息口 給你 那做這個行為 就是做這個行為 就會避免了 你給罪罪了 那剛剛Nicole說 現在浮動和固定的時候 兩者現在暫時的位置 大概是說浮動 就是1點多 嗯 如果確定的話 其實也是說3點多 3點多 3點多 其實也很好 因為始終3點多 如果是一個長遠的投資 都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現在的利息如何變得 沒有人知道 但是好像一個很簡單的 買完的 一到時候打算完全搞定 就要3點多搞定 就是5年可以定義的 是 是 其實最主要是看客人自己比較 就是他哪一樣他舒服 其實沒有說一定要選擇浮動 或者一定選擇固定 兩者都是勝利 不過我自己的家庭 我自己也用回浮動 我可能經常轉賣 但是好像5年的 雖然說觀眾為何會明天 3點多和1點多差不多 因為今天的課程是說5年 是的 我答應在這個5年裡面 都要3點多 其實某程度有著數 好像今天的油價 我們這邊升得很厲害 是的 快點2元 現在就是這樣 其實我也想問 因為朋友也有問 因為我們香港習慣了 就是都是有HIGHB加多少 就是你所說的防洞 但是我們通常做貿易 都會有一個CAP的 CAP了多少 那在BMO或者加拿大的體系上面 其實有沒有CAP這件事 就是maximum去到多少 CAP是CAP的息口還是 CAP的話其實 如果你做浮動的話 是沒有CAP的 其實最主要都是要看看 央行加不加息 如果你央行加息 你就是跟著折扣去 是 譬如說我現在給你1.8 這樣 那你是拿現在2.7 減1.8 那這個就是你的折扣率 那無來將來央行升或者跌也好 你就是減回這個折扣率 這個就是你的息口 如果好像現在這個時間 我都會建議大家做浮動 原因其實靈活性是高 是因為浮動呢 你什麼時候都可以做鎖定 嗯 那你任何時間 譬如說 假設現在3.5 你未必有這麼有興趣 或者誰知道 或者幾個月突然之間 或者固定跌到2點幾 這樣 就是你這樣帶你 就變成你很複雜 你任何時間 你由浮動可以轉去固定 加上浮動有個好處就是 就是譬如說 如果你本人還在香港 你未過來 或者怎樣的情況下 有時候大家不知道 或者我兩三年後 我想換屋啊 或者我想再投資 那變成你的任務 或者你的長遠計劃來講 那你計算那個 那個貨幣啊 或者你要計算那間屋 的回報率是多少 那你就不會被一個 就是壓得太多 這樣就 因為都是如果你做浮動 都是三個月息後的 都是 是啊 其實布宜說了一個重點 因為 KK很害怕 KK說 其實她說 沒有結束就很害怕 因為我們習慣在香港 高度加多少 那我們通常都會有個 通常做魔忌去到 結束到多少 就是最多是去到多少 但是 我也可以給大家一個信心 那就是好像剛才說 不會這麼恐怖 譬如說 香港其實 如果你轉回家子來說 其實香港的人工 是比我們加拿大這邊的人 一般來說 其實是高的 是 所以換句話這樣說 就是考慮到 息口問題的時候 因為本地的人 其實賺的錢 未必這麼多 所以銀行 政府這邊 說真的 就算沒有卡 不敢加這麼多 息 就是息是有限的 是一定要適合的 如果不是我們大部分 就是本地的人 是會絕對受到影響 因為我們用家來說 很多時候 利息是一個因素 但是銀行自動會通常會減回 即是會 中間會減回生落的時候 所以都是會以大的範圍裏去做 但是今天很多資訊 其實我們可以慢慢再解答 不時間的 今天最重要 我們可以看看 就是一開始說 我們在整個樓房的貸款 可以找到鮑魚 我們買一間樓 人在香港的時候 可以先打一件事 打給他 然後就可以問一問 然後到時候 最具體一點的 鮑魚跟你安排在香港那邊 到時候可能你幾個月來 或者你再遲些來都沒有問題 把利息現在的利息 或者現時的利息 或者現時的利息 才能慢慢轉過來 還有今天很驚訝的 一個重點 就是原來是你買一間樓的 前15天的存放進去 這個是非常好 因為有些銀行 在說60天 30天 在那邊 很多香港朋友 在買樓的時候 往往都是把錢的時候 忘記了 如果發現 鎖成錢 一個星期開始急 原來這些錢 是慢慢才退到 如果這15天 就很靈活 還有如果他至於貸款的時間 大概用一個月時間 還要看個人 還有如果你們是一個 是自僱人士 是自僱人士的時候 歡迎你再跟鮑魚慢慢說 因為他有不同的包裝 有不同的資訊 給你提供 至於還有一個優惠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 除了買樓之後 做其他的投資 不管怎樣的投資 你們都可以找鮑魚去找一找 因為在商業的世界裡面 是不需要給海外買家稅的 還有剛剛最後聽到 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一個 爸爸是本地 就是回香港回流的時候 如果是一個父母 或者家庭 一個是本地人 一個非居民 在貸款上的 你可以一會兒再聽一聽 或者到時想再具體一點 比如說鮑魚 如果我們最小的年紀 現在是多大 可以做貸款 就是如果他媽媽 買給他兒子 上學的時候 最小可以 其實最小的時候 我們也有做過 怎麼說 只要你十幾歲都可以 因為最主要其實貸款 都是爸爸媽媽在香港 所以其實銀行這邊 他都是看收入的 他都是看 所以只要不是說 剛剛出生寶寶 十幾歲不小 我們前一陣子 九歲 爸爸買給他 九歲 不 因為香港那個稅務問題 所以他說 哎 用一個鈕 九歲 發展商告訴我 這樣也可以 好 那一個好處就是 股價都猜得很準 還有就是說 我們現在到這一刻 很多個案子 已經是猜到股足價 如果有允許可證 今天可能是百五萬 可能你心目中 突然想搶一個項目 是百到百萬 有得談的 你找了鮑魚 先做了功課 我們最重要是 拿到預算 到時樓房來的時候 怎樣去安排 那今天呢 其實我也在最後 想帶出來幾樣 那我們其實呢 今天主要就是 很多謝鮑魚的時間 那我們呢 其實是有些樓房的數據 還有我們其實 現在有一些樓盤的 準備出來的了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我們會留下 這個會明天 我特別開 剛剛試試 如果明天有同樣的朋友 有興趣 我們在十點鐘這個時間 我會是 今天呢 我做了一個特別的 PowerPoint 其實我們今天呢 今天做了一些特別的事情 就會是一個深一點的 今天 那邊 Nicole 看到嗎 今天呢 其實我會以不同的年份 這個樓房數據呢 會和大家深入去探討 那麼我們會講講 是未來的趨勢和以前 然後我們會是 如果全部的視像化了之後呢 再加上的 在Conto裡面呢 我們這個趨勢 那麼我們會分了 就是 只是多人多的 總體的 還有我們好像經常 在那個York Region 那麼你雖然看到 條線很斜 真的升得很厲害 但是不用怕 我們到時會和你慢慢解釋 背後的原因 還有我們那時候 經常說 買3號 但是現在Conto的市場 是不是會跑漏了大市呢 那麼我們都會 在這個數據 慢慢和你去談的了 那麼這個數據 做了出來之後呢 那麼我們會有一個 二手市場 還有全新樓盤呢 都會想和你分享 那麼我們呢 到時候呢 是你可以task 用這條 同一條 sum link 那麼我們就明天 會有一個特別版 和你去談 那麼我們如果有些朋友 想可能找到 寶儀想說 接下來是想一些新樓的 二手樓的 都歡迎我們 我們剛剛的Whatsapp number 已經在這個check room裡見到的了 那麼有什麼事情呢 都可以隨時和我們去聯絡 那麼數據上呢 我們會再有些心深一點的 就可能是說 有很多朋友說 噢現在Condo 聽到最近有一間 2200尺 喔 2200元一尺 然後呢 是不是時候要約貨 那麼我們有不同的觀點 因為當你有2200元的同時呢 我們其實有些是可能 是給他打到七折 或者是六五折的價錢 可以去附近找到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買樓的時候看赤價 不是太準確的 因為有時候準確就是 我們可能有一個流程很高的 有一個Premium上去 或者那個積的 其實我們是個基數大了 就可能一個90萬人 除以一個450尺 和一個500尺的時候 其實已經說了10%的差別 所以赤價呢 不可以完全反映一間房子的價錢 所以我們到時候呢 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都會好像以往一樣的 那麼我們會慢慢和他們聊 還有看完這些數據之後呢 不需要等的 我們每個星期不需要等的 你直接和Decol 我們在香港的時候 馬上跟他們說 我們其實已經同時 會準備好 我們好像是一對一對的 用你的需求 你想要知道的東西 我們會和你一個別 做一個特別的Zoom 這樣和你聊一聊 數據上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 要明白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樓市每一天 都不怕會錯誤的 不要很瘋狂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 之前我們很多時候 有些不理性的買間 和你做競爭的時候 你都很難贏的了 離遠了 我們自己理性的 看看自己的荷包 做一個安全 一個穩健的投資 先後我們這個頻道 想和朋友帶出的資訊 我們今天 再很感謝 Bowie的時間 我們到時候 期待 我們下次也很想邀請你回來 我們再和你聊一聊 今天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問題 還有一些問題 解答不完 不要緊 我們不好意思 先讓香港朋友 休息一下 還有一個特別表演 今天有一個特別表演 看到我們Facebook 多倫多留房生活的Facebook 我們今天有 我和Bowie 他們再做一場 是2時多倫多的 這一場 就是我們上次 在香港的 劉花轉樣版的 高級版 即是這部份 是真的再實戰一點 還有全部很實際的 我們有律師 有會計師 全部都會在這裡 到時候 如果你們在香港時間 還沒睡 幾個小時還沒睡 的時候 我會現場直播 到時候你們會按下 一條孫 你會見到的 我們這邊大概 好好玩 有現場的觀眾 還有參加我們 有約400人 到時候 你會跟我們 如果想聽聽 我們香港人 這麼多香港朋友 真的有很多 你可以到時候 睡覺的時候 按一下 我們Facebook Live 你會到時候 現場直播到的 好的 多謝了 Bowie 今天和我們分享了很多 也解決了很多朋友 可能對我們 做魔記上 一些難題 不過 可能每一個 自己背後的個案 都有點不同 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隨時可以WhatsApp 我 我就會把你 連結和Bowie 把你的問題 儘量可以解決 或者你的問題 好嗎 多謝大家 還有一句 如果有人想 多買一個 一間物業以上的投資 可能他不用 不同的貸款方法 我們 如果是 在線下 都跟我們聊一聊 如果他有一個 可能想 以包租公 包租婆的形式 在線下 再跟我們聊 我們有不同的貸款 的策略 或者跟他聊一聊 對 所以剛才也說了很多 想租的 可能有另一個 的做法 我們再 和大家再研究一下 好嗎 好 再一次謝謝Bowie 今天早上很早 我們就很晚 但其實Bowie 今天早上很早 要特意去我們的 廣場 謝謝 好的 謝謝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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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